我和我老婆已经整整九个月没有出去旅游放送一下 今天我们就要去一个我们两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 贵州 哇 哎呦你不要砸我的头 不好意思 哎呦你不要砸我了 这个猪是哪里来的 是我们本在子 本在子 看什么困难的 哇 哈喽 哈喽 我们现在到了贵阳 对贵阳是一个我们两个人从来没来过的地方 对吧 到目前为止我去的中国大城市比较多 但是今天我们要去一个少数民族的地方 那就是千湖秒站 真的很期待 我们现在去拿我们的车 开过去我们要公路旅行一下 好我们出发了 欢迎你们也给我们推荐一下 你们去过哪一些少数民族的地方 你们觉得哪里的风景最漂亮 哪里的美食最有特色 是 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些地方列入我们2020 2021年 哦2021年对2021年的旅游名单 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非常的开心 嗯 我感觉我就像出了笼子的鸟 我就要飞 你知道我觉得我之前就是球鸟 那个歌怎么样 我是被吹在笼子的鸟 OK我们到了我们开了三个小时的山路 现在已经下午三点了我们还没吃午饭 但是你们看这个风景哇塞一边吃饭一边看外面的风景 这个山水你们看这个颜色特别特别干净 然后我们点了有火锅有炒菜哇 虽然有点下雨 但是我要说真的很适合这个气氛 对因为这样的苗宅的一个建筑 我觉得下点毛毛雨 然后就是感受一下这里的这种气氛对吧 然后吃点热腾腾的火锅 还有番茄炒蛋 我们现在要去我们酒店 我们酒店应该是在那个半山腰 刚刚帮我们拿行李的酒店员工跟我们说了 你们先在这里吃个饭 因为你们一上去你们就不想下来 我真的很期待这条山路怎么样 哇塞你们看一下我老婆订的这个民宿 这里就很正常有床啊有沙发 但是你们看一下这里 哒哒哒哒哒哇塞美不美 两个时间过后 虽然我们中午吃的挺饱的 因为也吃的很晚 但是从下面那个小时间有一股烧烤味都飘上来了 所以我们两个小可爱现在又有下山了 吃点这里的著名的小吃 还有一些烧烤 他们这块地方的特色黑猪毛肉 他们会做那种小肉串 然后为了证明这个真的是一个黑猫猪出来的肉 他们在每一个烧烤房前面会 看一个大黑猪腿 对然后上面有那个黑猫我给你们看 你好 这是怎么卖啊 十元十串 刚刚割下来的 你的中文说这么好 还好还好 这个猪是哪里来的 是我们本栽子 本栽子 你们一个晚上一直腿吗 一个晚上一直腿 你怎么猜这么准啊 因为我就差不多了 那你们白天还有其他工作吗 绝对都是我们还去看火 种田种地 这个是有闲的时候 人多的时候我们就来搞一下 哇 Cheers Cheers 给我们在德国家里做的Sashleek一样啊 哇 这个是这样 这个十串十块钱五星好品 好品 我们现在就点了一个大餐 腊肉饭单独一份腊肉四娃娃 然后他送了我们一点炒粉 超级nice这个老板娘 我现在就点了一个大餐 我老婆一定要吃冰粉 冰粉就是中国西南非常有名的一个甜品 哦还有一个排骨 我老婆好像在等那个排骨 我先偷吃一块这个腊肉 德国也有这种腊肉 叫Casla 但这个肥的我不吃啊 哦 超好吃 嗯 哇好吃 咱们可以做这个猪肉做的特别嫩 辣尾包仔饭应该你的最 哇 嗯 它好像有竹子的味道你觉得吗 本部 有吗 有本部的味道 还有花生 哇 你们不觉得坐在这种塑料凳子上面 从这种纸盒吃这个饭 还有这些排骨是不是很兴趣 虽然这里是个京区 但是还是有很多当地人住在这里 你们看后面那些小孩 除了这个小孩以外 都是当地的小孩 我老婆现在跟他们玩篮球 哎呀这个好好看啊 你们办婚礼的时候会带哪些 结婚 你这是这个吗 结婚的时候带这个 对啊 你们办婚礼会办几天几夜吗 两天两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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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结婚啊 我二十多岁就结婚了 那就是前两年是吧 不是 我的六十岁了还前两年 你六十岁了 我以为你四十岁 看不出 看不出啊 好险年轻啊 你看 要不要试一下 好呀 这个可以接吗美女 可以穿着拍照是吗 我们去试一下吧 因为男士的有吗 男士的有吗 有 你觉得我穿得上吗 有他的衣服吗 有的 是吗 还有我最近瘦了 最近我瘦了七十几年 你知道我以前非常非常长 七十年那真是 对 好大的意义你才能下 所以穿这个对吧 这个会不会小啊 有没有大胆 要不给他 你给我的面子好吗 我们先尝一下这个 我上面的先尝一下 佛哥你现在都有肌肉了 来给大家瘦一下 太好了 太努力 很酷啊 然后再戴一下这个帽子 这个帽子我觉得最有意思 这个帽子就是 这个凉亡 我再想一个问题 要不等一会儿 我们两个就 穿这样的衣服 然后假装再结一次婚 怎么样 然后再拍一些照片 拍一些结婚照 那你也试一下吧 好呀 我去找我的衣服 你不觉得我就很适合 穿苗族的衣服吗 看上去就感到很幸福 很快乐的这种感觉 你快点穿上吧 我要先去化个妆 然后再穿这个 就更加的有新娘子的感觉 这很麻烦 你还要化个妆啊 对啊 因为我刚入了一套花西子的苗族印象高定礼盒 所以我一定要化个美美的妆 然后穿上苗族的衣服 这么高级啊 做一个美丽的新娘子 走 走走走走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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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哇 哎呦 你们看这个包装 零啊 零啊零啊零啊 零啊零啊 零啊零啊 我觉得就很特别很漂亮的 感觉我一个知难都被她经验到了 这个礼盒将苗族的银饰蜡 蜡染苗绣元素融入其中 让你一打开就一下子感受到了苗宅风光 而且花西子一直致力于打造 要让国人骄傲的东方彩妆品牌 这个礼盒真的是让我惊艳了 所以现在我就要用她化一个美美的苗族妆 好吗 好呀非常期待 你们看这皮革材质啊 上面赞刻的图案是苗女裙摆 旁边还有叮当回响的银饰传统挂 而且里面还可以放不少东西 哇塞 这些银饰光感的化妆品拿在手里就觉得好高级 有没有 好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化妆 那我现在呢先上一层气垫 我现在手上拿着的这个呢 就是他们苗族映像养肤气垫 N25号柔肤色 哇这个柔肤色还真的很不错 大家看就很轻薄然后很细腻 而且最近我正好发痘痘 是不是就隐形一点 出来的这个妆效是半牙微透 而且这个气垫还有养肤的功能 感觉化上去我的皮肤就水水润润的 年轻了5岁 好了我现在脸上的底已经打完了 那我现在就要试试这个苗族映像空气蜜粉 哇塞这个天鹅绒的粉铺真的好软哦 哇看到没这粉真的好细啊 跟空气一样轻盈 那今天呢我就用一下这个礼盒中的这个苗族映像玉石定妆刷来上妆 是不是特别的好看这个刷子 而且感觉毛也好软哦 好了现在就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蜜粉啊 上脸是雾面哑光的效果 看起来还挺有高级感的 哎呦我真的好喜欢这个妆效啊 好了现在呢我脸上的底妆全上完了 那现在呢就要开始画眉毛了 那给大家看一下啊 他们的这一款苗族映像小砍刀眉粉笔 我相信你们肯定听说过眉笔或者说是眉粉 眉粉笔是不是第一次听说呢 这可是首创眉粉笔新品类 银白色的笔干是不是很精致呀 采用无油配方 反复化也没有结块 哇而且真的好容易上色耶 还有眉粉的那种柔雾感 里面添加的和手乌人冬花精脆成分 天然安全不易制动 好了现在我脸上的底妆都画完了 眉毛也涂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给脸上上一点颜色 哇塞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苗族映像的浮雕彩妆盘 我都不舍得用了 使用浮雕工艺将蝴蝶妈妈的图案展示于盘中 粉质也很细腻 上眼丝滑 取粉也均匀不容易飞粉 而且眼影高光腮红都在了 多功能盘无疑了 最后呢 就到了我最爱的部分 认识我的人都应该知道我非常的爱口红 那这一款呢 就是他们家的苗族映像童心锁口红 颜色有点像肉桂色 红棕红棕的 这个微浮雕工艺真的震撼到我了 居然能雕出苗族的图腾 哇塞 上嘴是那种轻雅柔雾的效果 啊好好看有没有 是不是一下子就很苗族少女 来我的新郎过来 这个就没办法悄悄的过来 因为他们这个声音很大 我今天的妆画的好看吗 我想问一下 我们刚刚开始拍摄的时候 天还是亮的 现在天已经很亮 干什么了 为了画过多样 但是确实很漂亮 怎么样 是不是一下子很少女感 对真的很好看 那我去换一下衣服哦 对你换一下衣服 走走走走 好了打扮好了 今天用了苗族工艺的高级化妆品 然后又穿了当地的苗族传统服装 感觉自己现在就是一个苗族人 哇 现在终于打扮好了 我觉得怎么样 你的新娘还可以吗 我好害羞啊看到你 你为什么脸红啊 大家看的真的脸红 哎 你不觉得花西子真的很能代表 我们东方女性的魅力吗 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真的 华丽端庄不失气派 那我们大家也一定要记得支持国货哦 好老公 那我们现在就出去拍一张结婚照吧 来来拍护车招了 拍护车招了 拍护车招了 哇塞我觉得我们这次在贵州啊 在这个千呼秒寨玩的非常非常开心 对的对的 你们觉得呢是不是很漂亮 而且美食也很多 欢迎在下面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觉得我们2021年 还有哪些地方一定要去 文化美食跟这里一样好 真的非常期待你们的分享 因为我知道中国这么大 还有很多地方我没去过 我还没有去体验过 我真的很期待明年我们的旅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